原版期间的八卦香胡连衣宝时,就靠离小鹿29号夜宿泊家正当此事。 当时贾买亮在家中直播,被问太太去校,没头脑说,每每做头发去了。随后舆论风口浪尖上,夫妻两如期参加卫视跨年晚会演出,本来是就这秀恩海人设方向的歌,全部都是你。 一出场就是尴尬,才上台下副相连篇,心不在焉的就是,When I can't believe in 到底就没有留下去多情。 这也是职业残酷,相声演员讲话,憋死了,上台还得逗笑,虽然当事人已经全面微博否认。 格恩说,与李小鹿当嫂子相处,没太避嫌,以后会注意的。 李小鹿说,夜宿的一个女个人,马苏也在场,商讨剧本来着,以后已婚妇女注意交由分寸。 马苏正识了李小鹿的说法,假打量表示相信陆路人品,但是恋人主委,已经滑花下半场即将开始。 接下来娱乐圈港上风与五祖父二代们习数登场,王思聪说,被活生,日被买了又搜被娱乐圈董存锐。 老战士黄一青说,一切都是普通戏经,自己抱自己的廖响红响风了。 更年轻一代父二代情犯的意思是,人家买两超有钱,什么男不如女工啊? 男方拍戏就当游戏,谁高拍谁高搞清楚,首先为有娱乐盲点读者解个货。 根据百度资料,罗恩国民王浩,1994年出生于哈尔滨,中国内地嘻哈饺舌蓝歌手,嘻哈团体红花会成员。 2017年,参加中国有嘻哈的比赛,获得了全国总决赛冠军,当红小鲜肉。 他应该是贾满亮和李小璐的家庭朋友。 刚参加整个比赛,夫妻两个都给他加油。 当然,与李小璐更亲近一些。 事情曝光后,李小璐的微博被网友X光扫描诊断得到痛痛,发现近一个月集中点赛比高点语暧昧。 犹如爱河中的女人,诸如不能放弃就继续喜欢,至少心不会动荡不安。 阳光正好,举草有你,这些。 白百合有段记者问答关于李小璐。 在与李小璐合作了电影《私人病》之后,又没有成为好朋友。 白百合完全不粉饰太平的回答,我不认为我们能玩到一起去,因为他喜欢小公主的东西,我完全不喜欢,从小就没喜欢过。 我平常穿的可能更文艺一点,但是小璐身上除了粉色,我没见过他穿过其他颜色,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现在李小璐的着装风格,已经从粉红扣转向心哈了不少,衣服帽子有和普光同款迹象,至少说明普光这个弟弟在他生活里的影响力不小。 其他感情实陈发生与否,当夜是不是五个人彻夜此刻剧本,还是中间有人数变化,都不重要。 甚至,朱伟承诺的下半场,还有什么大料放出来,也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这对夫妻低霸的抗风险指数有多大,是洪风过后,片甲不留,还是山摇地动后,家还在那里。 说实话,又或是所有,夫妻和关系中都要面对的命期,这是不是明星专利,不是有钱人特供。 是人就要面对救货,是婚年就要经受考验,是关系就要随时修补。 我有个跑姆从小姑娘就跟着我,后来回老家乡签结婚回来深圳,把老公带回来,介绍他小区物业做修理工。 生了两个孩子,看起来浮浮实实的一个蓝领家庭,除了过日子无暇他念的样子,其实他念一点不少,只是他们的生活不在我们好奇心和关心范围之内。 先是保姆跟我哭诉,丈夫也搬后一般人宵夜,她常常会叫上一个喜头妹,还送生日礼物给喜头妹,你说家里两个孩子。 生活紧巴巴,她还送礼物给别的女人,她什么意思? 我跟她讲,你哭闹没用,要想明白自己的底线在哪里,并告诉她你的底线。 后来把母去了上海她妹妹的杂货店里打工,带走了一个孩子,留一个孩子丈夫带,随后变成了丈夫找我倾诉,说她在上海不回家算什么。 听说在那边还有了个大哥,关系不一般,我跟他说,一开始是你不好好过日子,他如果待在家里哭些抹泪,你嫌弃他会更快。 现在他离开你过自己的日子去了,家不成家,你要真晚回就去上海接他回来,接不回来就别过。 丈夫去上海把老婆接回来了。 后来他又结外生枝沾花热草,老婆又走了,他干脆也不接了,就这么一人带个孩子,各自过日子,系统卖抑或大哥都是不能断打美剂。 他俩在找我倾诉都不想听了,人对配偶不忠诚可以理解,如果对自己都不忠诚,我就很没耐心,明显的死亡婚恋,各自风流还互相牵扯还怨念。 我没啥同情给这样的家庭结构,我讲这个普通人的事,就是想说,感情或者情绪诱惑,当春暖发生,满地都是,不是新些事,明显也犯不上被道德绑架太狠。 他们为什么通常死都不承认,他们不是道德解体,因为形象对他们来说,是跟财物挂钩,他们输不起,夫妻有夫妻的价值,单身有单身的价值,一旦打破,价值下行,比什么都肉疼。 刚刚看黄小姐和蓝小姐公号里黄彤彤写这事,说,普克恩首期投放,1400万公关此事,接下来还会继续,如果属实,那么对于普克恩来说,形象损坏至少大于1400万元,现在看也不知道是他洗经自己爆料是真,还是花钱公关是真。 不过这两件事,也是一个性质,都是花钱办事,再怎么辩解和佐证,明显李小璐是遇到了人生诱惑,这个无用之一,李小璐和贾买亮算是姐弟恋成功,用他自己的话说,表斯追女神,贾买亮追求李小璐是下了血本的,光丹西跪地当众求婚就求了三把, 六克拉的钻戒,事情起所有买回来,最后奉此成婚,婚后如十六岁就拿到金买以后的太太,当然是质宝,他说他不介意走哪儿,都带着李小璐老公投钱, 据说李小璐的收入都像婚前一样,交给父母打理,家中所有花销都靠贾买亮,贾买亮开玩笑说,他是家中地位最低的,保养是为了女儿将来不嫌弃,如果遇到出轨背叛,会对方五次机会。 听着个不自信的,好像出轨分分钟的是,五次五次的,如果习惯性出轨,这都能原谅,不是爱得太狠,就是受虐狂。 说是这么说,人蹲下来,早晚又站起来,过于尖旧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关系。 去年初,贾买亮参加一个电视台的新作节目,被预测2016年会遭遇家庭与感情方面的困难。 贾买亮抗议主持人说,你这是要深度黑我吗? 然后家庭和感情方面,困难的靴子的另一只靴子,在年底落下,牵一只靴子是,迎听情侣将心意曾在微博上大胆贾买亮是爱,与贾买亮的情感戏,让我仿佛真的均入爱和一般,无论是含定还是贾买亮都不可能属于我。 这是事实,伤不起啊,贾买亮隔空回应,好姑娘,下辈子,李小璐立贸微博发作说,老实说,想大喊,想巴谢,但是最后决定去看场电影。 认,这是贾买亮的主意,现在面对李小璐的失误。 她虽然,已经表态相信太太,但是我们都知道,公众人物的表态声明是他们的公关身段。 此时此刻的权疑和需要,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五次的那根稻草,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 总之,没有诱惑过境的家庭完全不存在。 承受能力,决定一个家庭建筑的生命力,也不是为二不他就是好。 但是微楼高白是首可摘星辰,一切要看承受的基础是不是还在? 此次事件不等同于2014位县里疯传,疑似于小鹿不雅视频,那次危机,那次夫妻两个都是受害者。 就可以通仇敌看,这次舆论杀伤力可能集中在李小璐那边。 这对贾满量的心态杠杆威胁很大,到了情感和财务承受力比拼的时候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